日本正江縣熱海市伊豆山地區 大家好 第三正眼睛大利漢世界 目前雖然剛剛進入7月 但全球災難性事件還是一件接一件 根本沒有被人喘息的機會 下面我們先來看看第一件事件 因為受暴雨影響 日本正江縣熱海市伊豆山地區 7月3日上午10點半左右 發生大規模土石樓 造成至少2人死亡20人失蹤 警察 消防和自衛隊投入大約1,000人進行搜救 但由於當地雨勢不斷 搜救工作一度被迫暫停 土石樓波及很多民居 有消息說大約80棟民房受損 也有媒體報導說估計至少有130棟民房受損 熱海市政府表示 截至目前為止已經夠出10名留在家裡的居民 其中一名男子受輕傷 受暖一里的大雨影響 當地時間7月3日上午10點半左右 日本東京西南約60英里 靜岡縣熱海市爆發大規模黎石樓 一股強大的黑色黎石樓 從山坡上急速湧下來 瞬間就吞沒了房屋和基礎設施 造成大約有20人失蹤至少2人死亡 日本軍方派遣緊急的援隊前往災區 大約有80人已經被疏散 東京電力公司表示 截至當地時間下午2點 黎石樓導致2830戶家庭沒有電力供應 接下來我們再看第二件事 菲律賓一架C130運輸機 7月4日在南部蘇陸省的法洛島降落時墜毀 官方起初說機上有85人 後來修正92人 目前已證實的就有17人死亡 40人獲救 全部都在第11部冰獅醫院接受治療 其他人就情況未明 軍方表示 邵氏的運輸機上午11點30分 在霍洛島機場降落時懷疑失控錯過了跑道 在附近的村落墜毀 現場燃起紅紅大火 周圍的樹林 圍蘭和鐵皮屋等都受到波及氛圍 菲律賓參謀總長索貝哈拿就表示 至少有40名乘客獲救 正在蘇陸的第11部冰獅醫院接受治療 他說我們現在盡最大的努力去研究乘客 根據網絡上流傳的照片可以看到 運輸機坐落地面後瞬間就冒出大火 龍衣密布 據了解運輸機上許多的乘客 都是剛剛由基礎軍事訓練不業無多久 他們就被派遣到這個局勢動盪的霍洛島執行任務 進行參與打擊恐怖主義的聯合特險部隊工作 提供了解運動盪的霍洛島執行 菲律賓最近也禍不丹行 第三件事件也與菲律賓有關 距離菲律賓馬尼拉都會區大約70公里的塔爾火山 7月2日一度噴發出1公里高的蒸氣溶岩雨漏 當局預測接下來的幾天至幾星期內 可能會有爆發 將境界級別提高到3級 而附近的百打岩省 至少要撤離2429名居民 但當地反映因為收容空間和食物不足 無法疏散全部的居民 現在極需要中央的援助 塔爾火山是位於風景餘畫的塔爾湖中央 過去幾天一直噴出二氧化漏 在馬尼拉和周邊多個省份的上空 形成了厚厚的霧霾 並引發了有害人體健康的警報 菲律賓火山企地震研究所3日就表示 過去24小時內 塔爾火山群出現了48次火山地震 並排放了大量有毒的二氧化流氣體 菲律賓位於地震頻繁的太平洋火環帶 塔爾火山是菲律賓境內最活躍的火山之一 上一次塔爾火山爆發是去年的1月 噴出高達15公里的火山灰和高溫溶岩 摧毀了幾十間房屋 13萬5千人需要疏散到避難中心 接下來我們就再看看第四件事件 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日前警告 傳染力較強的COVID-19變種病毒株Delta 已經蔓延至接近100個國家 全球已經進入了非常危險的時期 7月2日譚德塞在世衛新聞發布會上說 已經有至少98個國家出現Delta變種病毒株 並且正在迅速蔓延 他表示Delta病毒株很危險 而且持續減變和突變 正在迅速成為很多國家的主流病毒株 這個需要不斷評估和仔細調整公共衛生的反應 Delta變種病毒株去年10月首先在印度出現 席卷歐洲之後又向亞洲地區蔓延 是至今傳播最快的變種病毒 根據歐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預測 到了8月底 歐洲地區感染Delta病毒株的比例 將達到90% 成為歐洲疫情傳播的主要變種病毒 目前澳洲、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尼在內的多個國家 正在被迫重啟或延長疫情管控措施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第五件發生在中國的事件 據大陸中央氣象台網站消息 7月4日早上6點鐘 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暴雨藍色預警 預計7月4日早上8點鐘到5日早上8點鐘 安徽中南部、江蘇中南部、浙江北部、湖北東部、四川東南部、重慶西南部、貴州北部、港西北部、內蒙古東北部、黑龍江西部、西藏東南部等地有大部雨 部分地區還會有短時強缸雨和雷暴大風或冰雹等強對流天氣 其中江蘇中部、安徽中部局部地區有100至150毫米的大部雨 短時強缸雨達到最大的每小時降雨量20至40毫米 局部地區還可能超過50毫米 有網民表示由南都北連連都洪水沒有一年停止過 中央氣象台也預計7月7日前 西南地區東部、江南中北部和西部、江漢、江淮以及港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區有大部雨 局部地區有大部雨或特大部雨 還伴隨著有短時強缸雨或雷暴大風等強對流天氣 按廢消防部門指7月3日下午 該省的慈州市桂池區、呂山街道解放村 被山洪鐵沒、洪水到邀錦森 被困的4名居民全部被救起 7月2日晚 安徽省安慶市太湖縣天台村就受到洪水影響 當時全村37名村民被洪水圍困 安徽省氣象台7月4日中午11點30分 就發布了暴雨黃色預警的訊號 說6小時內安慶、池州、銅嶺、毛湖、馬鞍山和赫肥南部部分地區 將有50毫米以上的降雨量 部分地區還超過100毫米 同時還會有雷電、短時強缸雨和雷暴大風等強對流天氣 中國大陸今年入信以來 洪爐災害造成了27個省 680萬人撤受災 直接經濟影響至少有107.4億元 而各地仍然不斷傳出災情 第六件事是發生在美國加州 7月2日在北加州沙斯塔山附近發生了3宗野火 燒毀了大約60平方英里 155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幾間房屋 逼使數千名居民要逃離家園 加州這3宗野火 分別是在 萊克克德的炎火 韋德的熔岩大火 和麥克多爾的田納特大火 目前已經燒毀面積分別為4,500英畝 19,680英畝和94,39英畝 合共33,619英畝 7月1日 位於萊克克德的沙斯塔湖附近煙霧尼曼 這裡是由沙斯塔三一國家森林局所管轄的 加州消防局就負責提供救火工作 熔岩大火在韋德造成了大量濃煙 消防直升機穿梭其中救火 消防員也持續監控火勢 麥克多爾的田納特大火發生後 一間旅館已經成為廢墟 6月30日在沙斯塔三一國家森林南部發生的炎火 已經擴大到8平方英里 大約21平方公里 迫使5號周濟公路部分要關閉 在克萊克德一個大約700人的社區 也收到疏散警告 根據雷丁當地的報紙 《Redding Record Search Night》的報道 在克萊克德以南的地區 幾十棟房屋被毀 上個星期因為閃電引發的熔岩大火 已經擴散至37平方英里 大約96平方公里 現在27%已經被控制 在克拉馬斯國家森林發生的田納特大火 已經擴大到15平方英里 大約38平方公里 預計火災將會向北蔓延至俄納江州 大火引發了高溫的天氣 預計這個星期尾 沙斯塔山地區的氣溫將會高達接近華氏100度 這令到在崎嶇山地上救火的消防員 他們的工作更加艱難 專家擔心加州將會迎來至今為止 最嚴重的火災季 加州大部分地區正在處於乾旱之中 乾旱的天氣造成直批枯竭 增加了火災的風險 預計乾旱天氣將會導致延長火災季 令火勢更加猛烈 去年野火燒毀了加州超過6563平方英里 大約17,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是有紀錄以來最多的一次 3年前 北加巴特縣的一場火災 造成了85人死亡 幾乎摧毀了整個天堂鎮 我們在之前的節目就和大家介紹過 亞蘭德在6月16日的預測 亞蘭德說穆星將會逆行回到土星 這對於整個世界來說都不是什麼好事 穆星進入摩蝶座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信息 這次性像將會首先影響到COVID-19的疫情 大家也看到了 目前已經有至少98個國家 發現Delta變種病毒株 並正在全球迅速蔓延 亞蘭德的這個語言成真了 亞蘭德在6月16日的預測中 還說無論如何 由6月20日到11月21日 甚至跟九月的時間 肯定會有特別的事情發生 到了7月 這種動盪和不安將會變得更加明顯 因為這個時間 火星和土星是處於一個相對的位置 而到了7月份 這個位置將會變得更加明顯 這個對於整個世界來說 都是非常不利的一段時間 目前7月才剛剛過了幾天 世界各地就已經頻頻地發生各種災難 我們在這裡 只是和大家略舉了6件事件 但是由這6件事件裡面 也足以證明亞蘭德關於7月份 將會更加動盪和不安的預測 已經正在兌現之中 亞蘭德在6月16日也善意地提醒大家 他說 但是無論如何親愛的朋友 請不要過於擔心 即使面對最糟糕的情況 我們也總有兌現的方法 亞蘭德還說 預測是為了讓我們為未來做好準備 我們需要積極地看待這些預測 這是非常重要的 消極地對待預測 只會令你的心態和生活陷入困境 那如果在未來的某一個時間點 世界真的發生一些讓我們沒辦法想像 而非常糟糕的事情 我們又應該怎麼做呢 我們是否需要聽從亞蘭德的建議 為未來做好準備呢 在節目的最後 我們不妨重溫一下 亞蘭德在6月3日 提供給我們渡過劫難的方法 這個法寶是什麼呢 大家千萬要注意了 亞蘭德說 到最後 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我相信對神的信仰 就是度過這場災難的關鍵 也是讓世界變得更好的關鍵 無論你來自哪裡 你都應該保持著對神的信心 祂是遠遠高於我們 至高無常的神 祂掌握著擺脫我們遇到的問題的 主要關鍵約時之一 謝謝大家 好了 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感謝大家的觀看 今天的節目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更多精彩的內容 請關注我們下一期的節目 感謝你的點讚、訂閱、分享 如果你有什麼感想 歡迎向我們點評留言